大家好,我是Jason,欢迎来到High Weapon 区道 今天我们聊的可不是一架普通的轰炸机 而是那种能从地球这头悄无声息穿越敌人雷达防线 在后方精准投弹的空中幽灵 B-2 幽灵轰炸机 它低调的让人难以察觉,却贵得惊人 单价高达24亿米 比一艘导弹驱逐舰还要贵 服役30多年从未被真正取代 连它的继任者B-21都只能算是它的升级版 而不是完全的替代 那么这架冷战末期设计的飞机 凭什么在现代的高科技战场上依然所向披移 它靠的是什么隐身技术 它是怎样完成超远程的全球打击 它的秘密到底藏在哪里 更有意思的是 B-2的隐身技术虽然先进 但它竟然还有一个软肋 它居然怕下雨 后面我们会聊聊这背后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先从它那独特的飞翼外形开始 逐层揭开这位空中幽灵的神秘面纱 说到B-2的外形 第一眼很容易让人想到篇幅侠的作家 一整块黑色飞翼 机身没有传统飞机常见的垂直尾翼 更没有明显的机身突出部分 为什么设计成这样 答案只有一个 隐身 雷达探测其实很简单 发射电磁波碰到物体后反射回来 再根据反射信号判断目标的位置和形状 普通飞机上那些什么锤尾 机翼挂架 发动机进气口 甚至飞机表面的凹凸不平 都会成为雷达照亮的目标 而B-2从设计一开始 就把这些雷达反射大部通通给砍掉 转而采用飞翼设计 整架飞机就是一片巨大而平滑的翼面 所有结构都巧妙的融合在一起 没有多余的菱角和突出 你可以想象 把一张纸叠得非常平整 尽量避免任何折痕和尖角 这就是它的设计理念 除此之外 B-2还采用了多面体曲面和流线性外壳 让雷达波遇到它时 不是直接反射回来 而是被分散或者是反射走了 就像你用一个不规则的镜子照射光线 光线不会直接反射回去 而是被散射到别处 雷达自然就找不到你 有美国空军专家说过 B-2的雷达反射面积 竟然只有鸽子那么大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疑苦 但这背后说明了一个重点 B-2不是靠涂料一个孤单撑场 而是靠整体几何设计 从源头上避免被发现 再说说那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软肋 B-2的隐身涂料对水很敏感 它涂了一层特殊的吸波材料 能吸收雷达波 减少反射 但一遇水 这层涂料的性能就会打折扣 简单理解就是下雨天 幽灵就没那么幽灵 所以B-2每次出动前 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 就成了B-2是否能够行动的 关键因素之一 除了外形和涂料 B-2的发动机进气道设计 也很讲究 发动机喷口被刻意埋得很深 喷气流不直接对着雷达波 还设计成扁平状 减少了热量和雷达信号的暴露 发动机排气喷口的高温 也被涂层和气流巧妙眼带 防止被红外侦测起发现 这一切设计都是为了让B-2 变成空中幽灵 在雷达和红外眼里如同隐身 没有声响 没有伪计 悄无声息的飞进敌人身当 讲完了它的隐身魔法 我们再来说一说B-2的另一个杀手键 那叫一个语言 你想象一下 一下美国飞机能从美国本土起飞 不用中途落地加油 直接飞越大夕阳 穿过中东上空 甚至抵达非洲亚洲的远端战区 投下精准炸弹后 再回家吃早餐 这可不是电影里的特效 而是B-2的真实战斗能力 它的最大航程超过1.2万公里 配合空中加油 理论上能实现全球打击 简直是空中的长袍冠军 记得2001年阿富汗战争刚开始时 一架B-2从美国怀特曼基地起飞 连续飞行44小时 中途没停歇 完成任务后 直接飞到印度洋基地休整 这种超级远征操作 全球没几架飞机能够做到 更有的是 这不仅仅是数字上的远 还结合了它的隐身特性 让它能飞进敌人最铁的防空圈 你知道的 那种雷达密布 地空导探满天飞的区域 普通轰炸机得绕路 得护航 B-2却能贴着雷达死角穿透进去 准确命中关键目标 最近一次最让人眼睛一亮的行动 就是美军利用B-2对伊朗核设施 实施的精准打击 没错 这架幽灵轰炸机 从美国本土起飞 飞越数千公里 避开伊朗复杂的防空网络 精准摧毁了关键设施 整个过程 敌人几乎没有预警 就像幽灵一样来 完成任务后 又悄然消失 这么远的飞行 空中加油机的配合 更是它的续命神奇 就像马拉松中途补给站 确保它能无间断飞行数万公里 KC-135和KC-46加油机 组成空中加油编队 保证了B-2能一直保持高机动和长续航 但这里有个有趣的冷知识 B-2在空中加油的时候 并不能完全隐身 为什么呀 因为加油机本身体积庞大 根本无法做到隐身 整个加油过程 相当于把B-2挂在了一个巨型的轰炮上 所以在执行任务时 B-2会尽量选择 在敌人雷达探测范围之外 或者有军控制的空域进行加油 避免暴露行动 毕竟隐身是B-2的招牌 但这招有时也得靠点战术智慧来拟幕 说完燃油 飞行员的体力和精神也是挑战 B-2的机舱 配备了先进的人机交互系统 飞行员可以监控飞机状态 减少负担 而多几组协同 也让长时间飞行更加可控 换句话说 B-2就像一把锋利的飞行长矛 不仅能隐身靠近 还能打得远打得深 无论你在地球哪一端 只要它上线 对方就在时刻提心标打 说完了隐身 我们接着来聊聊 B-2真正让人头疼的地方 它肚子里藏着的那些秘密武器 你可能认为 轰炸机带弹就是挂在机翼下 像战斗机那样挂在炸弹 错了 B-2可不是普通轰炸机 它的武器全部都藏在 机腹的两个大型弹舱里 这样一来 外形才不会被拓坏 隐身效果才能维持到底 这两个弹舱空间可不小 最多能装18吨武器 什么概念 足够带走80枚500磅炸弹 或者16枚2000磅的GDAM制导炸弹 甚至还能塞进两枚 号称地下堡垒终结者的 GBO武器巨型钻地弹 说白了 B-2不仅能打脸 还能钻地 之前视频我们讲过 GBO武器巨型钻地弹 这种钻地弹长得像个巨大的铁锤 重达14吨 能够穿透几十米的混凝土和岩石 专门用来摧毁 深藏地下的核设施和指挥中心 一般轰炸机根本带不起这玩意 但B-2就是硬核 B-2最常用的精准武器之一 就是GDAM 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它本质上是把普通的炸弹 变成靠卫星导航飞行的智能炸弹 加装之后 看不清目标它都依然能够靠坐标经为打击 命中误差通常在十米以内 换句话说 B-2就算在狂风暴雨的夜晚 飞临战场 也能把炸弹像送快递一样 稳稳投到家门 而且它还能一键群伐 一次任务可以同时投放多枚GDAM 打击多个目标 这种多点打击的能力 让B-2不仅能干掉一个指挥部 还能顺带把旁边的雷达站 电力节点一并打包带走 还有 B-2的武器投放方式相当灵活 不管是单点精准打击 还是多目标轮番轰炸 它都能轻松用队 这一点 对于需要快速瘫痪敌方指挥网的斩首行动来说 简直就是必杀机 而且 B-2不仅能够投放常规炸弹 还是核弹的搬运工 它可以携带B-61和B-83等多种核弹头 完成战略和战术层面的核打击任务 你看 这家伙可不是闹着玩的 说到这儿 你可能会问 这么多高精尖武器 飞行员咋操作 别急 我们后面会聊它那套高科技的武器管理系统 保证武器投放既精准又安全 总结一下 B-2的弹仓就像一座小型军火部 既隐藏在无形之中 又随时准备释放毁灭性的力量 这种隐身加杀伤的组合 才是真正让它成为空中幽灵刺客的核心 大家都知道 B-2能炸目标正没啥稀奇 但你可能不知道 它炸的并不是目标 而是一场战争的节奏 想象一下 高强度的战争就像一盘复杂的棋局 开局第一步棋走得好 整盘棋局就有了优势 而B-2的任务就是下好那第一步棋 一场现代战争最重要的不是装甲部队 也不是核武器 而是雷达 通信塔 数据节点 卫星地面战 B-2的典型战术是什么 开战前夜 悄无声息的起飞 飞越大半个地球 在对方反应过来之前 把他们的指挥神经系统减断 也就是说他炸的不是装甲车 而炸的是让敌人看不见 听不见 沟通不了的关键点 大家都听过斩首行动 以为斩首行动就是瞄准敌方的高官 将领 司令部 B-2确实干过这样的事 比如2020年代初的中东打击任务 B-2突袭摧毁了一处位于地下深处的恐怖组织的通信流行 直接导致敌方组织群龙无首 但更高级的用法是战略打扰 哪怕打不到敌人 只要打乱节奏 制造混乱 切断情报流 就已经赢了战役的一半 B-2在执行高优先任务时 甚至可能都不挂单 你没有听错 在一些特殊的任务中 B-2会模拟一次突袭过程 绕飞敌方防空系统 制造目标假象 干扰敌方的战场判断 也就是说 他的出现就是一记心理战武器 让敌人夜夜难眠 防空系统不断升级 却琢磨不到他的影子 B-2往往是整个打击链的情侣开关 他一旦投弹 接下来的战俘导弹 就能精准打入被破坏的雷达死角 FR-22编队从另一个方向突入 后方无人机封群倾巢而出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篮球比赛中的第一个战术演技 他不负责得分 但负责打开对方防线的缺口 B-2还有一种特别的战术 叫做对称遮断 在有些行动中 B-2的任务 是同时打击多个上方的通信节点 和电站系统 让敌人完全无法判断 哪个方向才是主动 这种被称为对称遮断的策略 能让敌方产生错觉 判断战局走向 进而调动错误兵力 这时候真正的攻击才悄然开始 一句话总结 在别人还没反应过来时 B-2已经写下了战争剧本的第一行 它不只是个会投弹的飞机 而是现代战争里的节奏掌控者 它从不吵闹 但每一次出现都预示着 战场的风向要变 好了 聊完了B-2的现在 我们再看看它的未来 毕竟这位空中幽灵可不是吃老本的 虽然B-2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 但它的设计有着超前的体质 弹舱 系统构架都是模块化的 方便未来换装新武器 新装备 就像给它装了个万能接口 随时能插上新玩具 我们之前讲到的福特级航母师 也是这种模块化的设计 除了模块化 B-2的隐身技术也在升级 雷达的探测技术日新月异 B-2的工程师不断优化涂层和机体结构 确保它依然是雷达的黑洞 听起来神秘 但其实就是一场隐身涂料和几何设计的竞赛 武器系统 B-2不仅携带传统的激光制导炸弹和核武器 现在还能兼容超高音速武器和未来远程制动导弹 你可以想象 这就像给它装上了未来炸弹的USB接口 升级超快 更有趣的是 B-2正在往智能指挥中心方向计划 未来它可能直接控制无人侦察机 无人攻击机 形成幽灵加风群组合 让敌人防不胜防 电子战能力也在加强 B-2装备了更先进的干扰器和反干扰系统 不仅能自己隐身 还能帮身边战机隐身 向个空中的隐形斗篷 你知道吗 B-2飞行员的头盔显示系统 能实时接入全球微星数据和战场情报 这让飞行员仿佛用上帝视角 随时掌控战场全体 还有 B-2的软件升级是全球最复杂的软件之一 每次升级就像给飞机装上了新的大脑 支持更多的未来武器和作战模式 总之 B-2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它不仅是冷战的遗产 更是现代与未来空战的桥梁 未来几十年 B-2依旧会是那个隐形杀手 在高科技战争里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B-2不仅是技术的象征 它还是干实事的主力干将 从首次出动到如今 几乎都能登上军事史的教科书 1999年 幽灵第一次在实战中亮相 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行动中 B-2从美国本土密苏里州的 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 跨越半个地球 直奔巴尔干半岛 最惊艳的是 它连续飞行超过30小时 投下了全球首次实战使用的GDAM炸弹 在极端天气下 精准命中目标 误差不到10米 那一战 幽灵一共执行了不到1%的北约空袭任务 却摧毁了南联盟11%的高价值目标 你没看错 几乎是效率之神 到了2003年 B-2再次领先出演 这一次 它成为战争的第一级执行者 开战当天凌晨 几架B-2悄无声息地穿越伊拉克防空网 精准轰炸了巴格达郊外的多个重要指挥点 包括总统行工和军事总署 整个打击几乎零误差 震撼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B-2完成任务后 并未飞回美国本土 而是空中加油后 直接降落在印度洋上的 迪哥加西亚地地 进行快速维修和再不输 这也是B-2战术灵活性的经典表现 而B-2每次出动前的准备极其复杂 不仅要对机体进行隐身涂层维护 还要对所有天线接口进行等离子屏蔽测试 确保在敌方电子战攻击下仍然不被定位 这些维护过程往往长达72小时以上 堪比一次医疗级别的体验 2025年 B-2曾执行一项代号为 午夜之锤的秘密人物 虽然官方并未完全证实 目标是位于伊朗西部山区的 三处深埋核设施 该任务一次使用了 GBO武器巨型钻地弹 俗称地狱之矛 成功摧毁了80米沿层下的地下通道 而这次出击最大的看点在意 B-2几乎贴着地形飞行 成功躲避了伊朗的S-300 和本土雷达系统 B-2不只是纸面上的引擎杀手 它是真正飞进战场 改变战局的超级开路闲风 每一次出动 都是一次精密计划 与科技极限的联合演出 而每一次轰炸 都是空军史上的一次范本 讲了这么多 或许你已经发现 B-2早就不是一架单纯的轰炸机 你看到的是一架飞机 但它背后站着的是一支隐形舰队 专门保障隐身性的维护团队 专为B-2预留的全球空军基地 比如关岛安德森 英国费尔福德 精密调度的空中加油网络 高度保密的情报指挥链 与作战指挥系统 甚至还有随时待命的B-52 F-22与电子战支援缠队 配合它打一枪换一个战术 可以说B-2不是单打独斗 而是打了它 就是调动了整套美军体系 B-2在执行远程打击任务时 通常还会隐身在F-22 或RQ-170等隐身飞机的数据链中 由它们分担通讯用 降低被电子信号截获的风险 这是一种低可视指挥转发战术 让B-2连说话都尽量悄无声息 你以为B-2只是用来打仗的 不 它更是战略姿态展示工具 在许多危机时刻 美军会有意无意的在关岛部署B-2 甚至让媒体拍摄到起飞画面 不需要说明原因 不需要发警告 这本身就是一种警告 一架黑色幽灵静静滑出机库 可能就意味着战场风向要改变了 B-2的可怕之处 不只在它能飞能炸能隐身 而在于它背后那套完整的作战生态 而是面对一整套精密协作 无懈可忌的战争机器 30多年了 B-2依然在天上飞 但你有没有想过 这位空中幽灵还能飞多久 从1997年全面列装至今 B-2的任务 已经悄悄从战术执行者 变成了战略标志力 不轻易使用 但一旦亮相 就是分量十足的地缘政治型号 2010年代末 美国空军公布了B-21突袭者轰炸机计划 代号Rider 按照最初计划 B-21将逐步取代B-2 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你走我上 B-2不是淘汰 而是缓退 原因很现实 B-2和B-21虽然功能类似 但在作战思路上是两代人的逻辑 B-2是重打击平台 追求的是 我来炸你一个连反应都没机会 B-21则是分布式打击概念代表 更强调网络化作战 AI协同与远程集群控制 所以两者未来很长时间内 可能是并行使用 各打各的战术定位 虽然B-21的技术更先进 但它在弹仓尺寸上不必二打 因此 在巨型弹药投诉任务上 B-2仍有独特价值 比如GBO57这种重达13吨的钻地弹 目前只有B-2能携带 哪怕未来B-21解放 也未必完全胜任这个工作 它代表的是一整套冷战后期 隐形加重打击加远头送的 战略体系退出历史舞台 而这套体系 对全球空军来说 曾经就是现代空军 该怎么打仗的范围 它不是历史的旁观者 而是亲手参与 并改写过战争剧本的角色 B-2虽贵 再在2020年代初 美军评估其 每次出动平均摊销成本 反而低于F-35 这些某些高强度任务中的成本 原因很简单 B-2可以单机完成任务 F-35却要依靠编队和支援性 这也是为什么 即使有了新装备 B-2仍然保留在 作战优先级系列中 我们今天聊的不是一架飞机 而是一种战略思维 B-2幽灵代表的是一种战争形态 精准 隐蔽 突然 高效 他就像棋盘上的那名先手黑子 不一定得分 但决定了整个战队的走向 当他划出机库 很多人可能看不见他 但董行的人心里都明白 他来了 意味着一个时代开始倒计时 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 别忘了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ason 咱们下期视频继续聊聊 B-2一突袭者背后的故事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下期见